编程山竹园风波持续延烧 而且烧到了财政部部长林冠英的身上 社交媒体昨天就流传一段充满种族煽动的视频 一名故意男子在视频中指控财政部部长林冠英 驱赶山竹园人民组屋的住户 他还挑战林冠英如果到仙州燕斗区 一定要让林冠英好看 找一区众议员方美来和行动党日落动国会议员雷尔 今早分别前往警局报案 出行警方开档调查逮捕视频中的男子 昨天社交媒体上出现一者充满恐吓 以及种族煽动成分的视频 视频中一名自称来自森美兰艳斗的巫义男子 无法忍受因三竹园事故被赶出家门同胞的遭遇 而怒骂和恐吓财政部部长林冠英 针对此事早已去州议员方美来 今天前往威南省高原警局报案 要求全国警察总长务必彻查这起案件 以防林冠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方美来也呼吁网民不要轻举妄动 在社交媒体上散播充满种族歧视的视频和言论 因为这将破坏各族之间的和睦关系 另一方面行动党热动国会议员雷尔也在今早前往百大年路警局报案 要求警方开档调查逮捕视频中的无一男子 雷尔认为有心人士刻意在山竹园课题上 散播兵州政府的负面假新闻 才会造成网民发出恐吓性言论的这种局面 NTV7综合报道